大家好,我是Edit,歡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快要踏入2019年了 我也很想跟大家一起說說 在2019年我會用什麼手帳 所以這條影片會是 一個關於2019年的新手帳的短片 在片尾會有一個Giveaway 如果你想知道會是什麼,就繼續看下去吧 2019年我真的掙扎了很久 究竟要用什麼手帳 以及怎樣去裝飾我的手帳 這個問題的確需要去想清楚 因為當你一開始就回不了頭了 在想了很久,看了很多不同的手帳之後 最後我就決定用Bullet Journal的形式去寫手帳 而我會用的手帳本就是 MB Notebook的Dogread 在開始寫Bullet Journal之前 有幾樣東西要注意的 首先你要想清楚你想要點點寶 格仔寶還是空白寶 還有你想要什麼大小和厚薄 可以在iPad上預先試一下你想要的效果 還有一個超級重要的步驟 就是要在你的Bullet Journal裡面 找一頁來試試不同的筆 選一些不會過底的筆來用 之後我們就可以正式開始畫了 首先我就會畫一個封面 在開始畫之前我已經想好了 今次的setup要用哪幾種顏色來做主色 畫封面可以用塑膠彩這些不會掉色的梅材 但今次我畫的線條要比較精準一點 所以我就選擇了用Mao Liner和Brush Pen 最後加一些點綴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要畫一個目錄頁 那今次我就會想用一個簡單的title style 放在不同的頁面的 或者有些人都會用英文書法去寫這些標題的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這個style比較配我多些 然後我就會用一個幼的紙膠帶去到黏起這個位置 目錄頁就完成了 然後我就想做一個連力 連力都會用相同的主色 但今次我就用了水粉彩來畫 因為混出來的顏色其實才是我想用的顏色 我特別想說一下當你要填那些字下去的時候 真的要特別小心 我有個朋友他填這一頁的時候 就不小心填了2017年的連力下去 而且你要留意的是 你參考的那個連力是用星期一開始還是星期日開始 如果錯了的話就會很傷心 如果沒有信心的話就先起稿吧 然後就是目標和信念這一頁 我覺得在每一年的開頭一定要訂立一些目標 目標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我們究竟想怎樣 很多人以為他們不需要目標 但一年過去之後又發現自己得到的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 目標不需要太多的 所以我就畫了三個圈圈 目標通常是一些可以量度和可以去計劃的東西 而Value就是一些對我們重要的信念 信念幫助我們檢視我們所做的 是不是合乎我們的心願 它為我們指示方向 告訴我們有什麼應該做 有什麼可以不做 不知道你有知不知道對你來說 什麼是你重要的信念呢? 在畫每個月的頁面之前 我們都可以設計一堆的頁面是給全年用的 那我就想統計一下我今年會看的書和電影 那我都是用回相同的標題和一些清單 之後我們就正式開始畫一月的頁面了 每個月我都想選幾個顏色作為這個月的主色調 今次我就想選這四個顏色 第一樣就要畫一個月曆 一月份我想主要用月間的方式去記錄我的生活 在這個月我都可以試一下這種方式是否適合我 而再決定下一個月是不是要加其他的頁面 例如是週間或者日間 我都希望整個月份的風格會比較統一 所以之後設計的日符我都會按照每個月的風格去設計 那今次我就想用一種花叫Mimosa去做裝飾 如果你心水清的話應該會發現到我串錯了January 肯定是因為剛才寫Monday Tuesday的時候寫得太多 但這個時候我還沒發現自己串錯字 所以讓我們畫完那些花再補舊吧 畫這種花做裝飾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畫一些樹枝 然後在花上畫一些黃色的圓點 最後就加上一些很蓬鬆的葉就可以了 補舊方法一就是貼上一張對尺寫上去寫對的字 但如果你不想弄到補舊很厚的話 那我就會用第二個方法 就是用塗果帶塗了它 在我剪影片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我改漏了一個字 好啦我承認我真的不會串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失誤的時候 所以我會接納自己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而且相信我啦 我現在真的改正的了 畫完月間之後 我就想在這個月再加多兩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 記錄下這個月一些值得感恩的事 因為我希望將來看這一本 journal的時候 它帶給我的是一些開心的回憶 不過就算沒有我也不會硬寫下去的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我寫了些什麼 而第二個框呢 我就想用來貼一些這個月影的照片 我會將我用菲林相機拍的照片 曬一張出來貼上去 這個就是我對一月的期待了 那有些人就會在他們的手帳裡面寫一些quotes 但今次我就想將一張朋友送給我的紙貼上去 那這個就是我2019年的setup啦 那剛剛我就完成了第一次的bullet journal的setup啦 那現在也是超混亂啦 那些東西就亂了啦 但是呢 我有一點點感想呢 都想分享一下的 一開始呢 我打算寫bullet journal的時候 有時候呢 很容易啦 都是寫一下一些日期啊 那樣的 但是呢 當你看著一本空白的寶 然後呢 你要想你的頁面是要怎樣的時候呢 原來呢 都很難的喔 然後呢 我就迷惘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覺得很煩啊 我想不到我想要怎樣 落不到筆喔 那之後呢 我開始有一點點頭緒 畫了封面之後呢 其實已經覺得 好像也挺好啊 那樣 但是呢 你始終會有一種很害怕裡面 畫壞了的感覺 那直至到呢 我畫了這一頁之後呢 我覺得很有成功感啊 然後呢 我就覺得它很漂亮 然後呢 就很有動力 想繼續做下去 現在呢 我已經很期待用它了 我覺得呢 這一本東西呢 會是一本非常珍貴的一本手掌 超興奮 所以呢 如果你是還在想著用什麼手掌的話 你也可以試一下用Bullet Journal 說回Giveaway先 今次的Giveaway呢 就會是這本十周年版本的Dogread MD Notebook 參加Giveaway的辦法很簡單 就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呢 你今年有什麼目標 或者你有什麼信念 然後留下你IG的ID就可以了 每個月呢 我都會update這本Bullet Journal 如果你還沒subscribe我這個頻道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啦 按那個鈴鐺呢 就可以隨時收到芯片的notification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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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